甚至还有人什么呢 骚扰不成还要倒打一耙 就你那样 我怎么 看得上呢 我怎么能看上你呢 你们说吗 我能看上他吗 让你心里更恶心 它是一个长久的危险 很多次 我除了有 就是比如说有微信 还可以有什么呢 我写日记 自己写下来算不算 还有些你其实是马上 比如说你事后的反应 有些人会马上就给微信 发给别人说 天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人会在第一时间 马上就给自己的闺蜜 或者是朋友会发 讲述一下 那也不能做证据吧 可以做一种间接的 对对对 这样的取证确实非常困难 但是不是决定的呢 我不认为是决定的 但我们有一定的 这种证据意识的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取证的 比如说我给大家 一书底下 关于职场的性骚扰 案件当中 可能有哪些证据 第一次就刚才您讲 关于写日记的问题 我们在2005年 当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正之后 第一例进入法院审理程序的 性骚扰案件 就是发生在重庆的文静 告他的小学校长胡国民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面 对他实施性骚扰 文静他还每一次 被他的校长 性骚扰以后 他都会通过写日记 他不是一篇 他是几十篇 他是证据的一个类型之一 他不能单独作为去认定 这个事件的定性 但是他作为核心的一种证据 也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 你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你想让你的单位的同事 跟你作证 我觉得只有两种情况下 可能 第一种情况下 这个同事满下离职 他无所谓了 对吧 他不怕单位报复 第二种情况下就是 他跟这个骚扰有仇 他在借你的手 去把他扳倒 否则在其他情况下 当其他的同事 确实亲身经历 或者听说过 你被某一个上司 性骚扰 他一定不可能跟你作证 为什么 因为他还想这个 当兵确实干 他可不想 因为你去丢掉这份范围 所以这种情况下 求连不如求及 我们通过写日记 来详细记录事件 发生的时间 地点 经过 等等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 它就是所谓的 被害人陈述这一块的 一个比较 有利的一个证据点条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第二类证据 就是录音录像证据 这种录音录像证据 既可以在事后取证 也可以在失踪取证 但失踪如果第一次 你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 这个老板把这个下属 交到他的办公室里面 说以谈工作为名 你第一次 你不可能反不反 我都觉得这个老板 很正常 第一次你确实很难 那么第二次 再把你叫出去 这种情况就完全可能发生了 那我觉得 我们就有基本的 这种证据意识了 第一我能不去 尽量不去 我进去之前 我把门给开了 你不能把门关上 如果确实必无可避 那你进去之前 你肯定要想过 通过录音录像证据去证 这种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录音录像证据 取证有个基本特点 是一定要不着痕迹 这个大家都懂 比如你当着少路子的面 你把这个什么手机给开了 不仅仅你取不到证 还可能遭受人身攻击 那我那样可不可以 就是比如说事后 您刚刚说事后取证 对当然 事后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刚才发生的事 我有这样这样的想法 他在对话当中会默认 我们刚才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算吗 他可能是事后给他打电话 也可能事后 现在微信才发的 这里面有一个特点 很多当事人都有个误区 他在给他打电话 或者说给他发微信 短信的时候 他含糊其词 他说当时那一天 你为什么这么对应我 他没有直接讲清楚 这个事件的性质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今天已经发生了 我想后续来进行法律维权 对吧 可能有一点点这种 这种伤疤被揭开的这种感觉 那你一定在跟他聊天 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你的这种录音录像 或者说你这种文字的 这种聊天信息 一定是指向 当天你对我采取了 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具体进行描述 这才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个性骚扰行为 否则说当天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个有很多种解释 对不对 有奇异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电子流天记录 当然也可能是QQ 或者说电子邮件 这种电子文档 要及时固定 如果是网上这种信息 可以及时做一个公证 以防对方把这个东西删了 手机短信微信的截图有技巧 你截完第一张图 你第二张图截图的时候 一定要把第一张图 最后一页给它截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说明你截的这个东西 它是连续的 它不是你单独挑一张来截 这个东西是非常讲技巧的 这个也得宣传 对啊 所以我们得知道 怎么去进行取证 可以举个例子 在这个不方便 直呼其名 发生在上海一个高校 一个副教授 他是一个论科老师 然后对底下的一个女学生 上完课以后 晚上9点多 他开着车 把这个孩子 载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在车上对他实施违线行为 这个孩子当时就有防备了 他在这个老师 想对他实施违线行为的过程当中 他偷偷地就把手机录音给开启了 所以整个的当时这个案发的过程 这个老师这种丑陋的 这个嘴脸和行为 完全在电话录音里面体现出来了 现在手表也可以录音 那可以 那个沙特有个记者 不就是都被人杀了 但是手表上这个录音 同步到电脑了 对啊 这属于比较高端的这种 这种电子证据的取证方法 所以最后这个老师 他当这个女孩起起控诉的时候 这个老师很快 必须要短期证据处方 所以一定得有这种取证的方法 第三类证据类型 就是医疗的诊断证明 如果是心理层面的伤害 警官说外表看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 找一个有知智的这种医院 比如三家医院 看一个心理科或者精神科 不是说你有精神方面多大的问题 是讲这个事件 本身给你造成的这种穿伤 那你跟医生描述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 讲清楚事情的来伦去脉 负责任的医生 他会把你说的 在他的诊断证明里面 会做详细的一个记录 这个也是整个的核心证据之一 这叫做医疗诊断证明 它是可以调取的 那么第四类证据类型 如果是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你可以第一时间向单位管理层投诉 这个管理层可能是骚扰实施者 他的善级 或者说单位特殊的这样一个处理部门 比如说跨国企业 它里面有专门的伦理道德委员会 或者有专门的繁星骚扰委员会 向他们进行投诉 他们有一些义务 比如说第一 他要协助调取相关证据 当时阿发现场有没有监控录像 如果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面 有可能没有 但是走廊里面有 这个女孩过去 进去的时候什么反应 出来的时候什么表情和语言反应 这东西也是可以作为证据来呈现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如果初步判断 这个行为它可能是一个 违反张管理处罚法 甚至是刑事犯罪的案件 你当委管理层 你当然要协助 要报案 处理这个案子 那么还有第四例很重要的 即时拨打110报警 尤其是在熟人的这种 骚扰或者侵犯案件当中 拨打110报警的时间 可能会成为办案的民警 来判断你对这个行为 是不是持抗拒心理的 第一个方面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你今天被骚扰 半年以后你去报警 民警会怎么看待 肯定认为你有一些感情纠葛 你有一些不切实际的 这样的一些企图 现在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你反过来 想报复他 你看现在晚上有这种讨论的声音 对 所以罢案的民警 他确实对你这种 熟人的骚扰和性情案件当中 报警的时间 他可能会有基本的一个碰顿 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 你第一时间报警以后 这个罢案民警 他可能会去案发现场 去看医现场 看医现场里面 有没有第一手误证 对吧 采集误证 然后对双方来进行 这种证据的这种提取 对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身体 来进行检查 那这个女的可能 在反抗的过程当中 就会抓挠 对吧 你第一时间报警以后 警方在对双方进行 心体检查的时候 比如说他脸被抓伤了 女的在做笔录 他就说 我当时反抗了 我把脸抓伤了 对吧 然后警方他也可以 第一时间调取 当时的这个警惑录像 这里边有一个 给大家讲一个 一般酒店的监控录像 它的保存时间是一个月 所以你要是时间特别长 人警方暂时掉 早就没有了 你怎么来还原这个事实 就是四部委文件 关于性侵预防 那个里头专门有一条 不以异性独处意识 这是有这么一个规定 不以异性独处意识 那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是在学校培训 那培训完以后呢 学生都是手拉手 去到老师办公室 或者把门开着 我们的老师的那个办公室 学生进来都是必须把门开着 把门开着 老师自己为了避险 就不管是男老师还是老师 对吧 说得轻啊 说得轻啊 这也是对大家的 对你保护也是对我保护 但有一个有人就说 那你这样是不是 让一个正常的男女相处的关系 变得好像大家 有点觉得很难受 那倒也 你要没有那些想法 你怕开门吗 就是啊 我觉得老师找学生谈个话 开个门 这很正常吧 对吧 跟你开门关门 其实没有变 或者说他觉得 我跟你同事怎么说话什么的 都处于一种 我非常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状态了 或者还有一种 就是说门有鬼 你怕什么呢 甚至是他会觉得说 那我干脆少雇女员工了 那我这样的话 不是说对女性就业 这个机会又减少了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认识物 需要我来澄清一下 性骚扰的性质 在那个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里边 有明确决定 因为它是一种性别歧视 然后呢 性骚扰 它本身是没有性别自分的 也就是说 男的 女的 性少的群体 都可能成为性骚扰 安静的 事件的被害人 因此 那个性骚扰 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 它是个社会问题 是个社会问题 它当然需要更多的男性参与啊 所以你企业里边 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和谐的 轮洽的这种氛围 不仅仅说是女性受益啊 你是男性也受益啊 整个的单位也受益啊 那你员工在一种这种 身心特别愉悦的环境当中 去工作 很明显 她的生产修理提高啊 您刚才说到一个 性别歧视这个事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 她说 这个女孩子可能主动去接近 就一位男性 她是一个可能在某一个 圈层里面非常 就是有名的 享有很多这个话语资源的人 那么这个女性 她是做一种粉丝心态 去接近她 但她是来找你了 然后也跟你到了一个 可能单独的空间 但这个女性 她可能抱有 她真的 她真心觉得是说 我对这些问题 知识上的认知 智力上的东西 得到你的认可 我想来平等地 跟你谈讨这个事 结果呢 你 被对手误会 其实你是歧视我的 你没有觉得我 智力上跟你平等 恰恰看我 仍然在 有一性别的眼光在看我 就好像说 我和你同时看到一只 这个天鹅 我在在阳它的这个优雅 让你再觉得是 该怎么吃它 就这种愤怒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跟你性别上 根本是不平等的 这种怒火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有资源 我需要资源 也需要你的支持 我也没打算 用出卖我的色相 或者出卖我的肉体 去获取这个资源 但是呢 你确认为 有机可乘 拿来做交换 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回事 另外的一回事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制度上来讲 要跟他说清楚 你的资源不是你个人的 你这个资源是你的职责赋予的 可能来不及说 可能来不及说 来不及说 那我呢 获取这什么呢 我也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当我觉得它露出点狼的椅子的时候 我要小心了 我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来获取这个东西 您作为一个高职女性 你觉得在这个现实当中呢 你的感受呢 很多网上的讨论都是基于这个 尤其是来自于男性的不满 当时在美国职场上 曾经有一种看法 就是在这个词创造出来之前 他们认为女性去职场 其实是有优势的 就是跟你刚刚说的交互型 就是我就是想以性别获取 对 他们在没有这个词之前 他就会觉得 你就是有优势的 你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你的性别 你是一个女人 你可以用你的 你的性的优势来获得工作 以及获得各种便利 就是最开始他就会觉得 你在工作中就获利了 别的好像男人去办这件事情 他又搞不定 你可以用你的性的这些 比如说你怎么让人有愉悦 这种情绪价值啊 就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搞定 你就可以升职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工作 所以其实这个观点 从那么早 这么几十年到现在 仍然存在 就是刚才我们说 有一些观点就会觉得 有些女生 为什么 她怎么就获得什么好处了呢 她通过这些 别人觉得性骚扰 她不觉得 她可能通过这个 还挺愉悦的 获得了别人的帮助 或者资源 她是不是用了 她的性别优势 在职场上获利了呢 可是也有很多人 那么认为 你长得漂亮 对 不是你的能力 对 她有一部分人 就是觉得 这个事情我还 我游刃有余啊 我不觉得怎么样啊 所以其实上我在想 是不是有很多女性 进入职场以后 她其实经历了 无数次的这种性骚扰之后 她已经磨平了 最开始的那个痛苦了 这样我先讲一下 那个性骚扰案件的办理 在司法事件当中 我把它总结为五难 第一难就是报案难 为什么报案呢 刚才那个陈老师 大概说了一点 在公安机关的立案系统里面 它是没有独立的 性骚扰案由的 如果你拨打110报警 以性骚扰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 她只能立强制委屈 她不能立性骚扰 因为性骚扰它的案由 你找不到 就像你去法案起诉 民事案件 你首先要找到一个案由 它才能立案 所以公安机关案由里面 它没有性骚扰案由 它只能立委屈 或者强制委屈 那么立委屈 强制委屈 意味着就是一个治案案件 或者是一个形式 强制委屈罪的形式案件 很明显 它的标准一定会比 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的标准又高 因此它会导致立案难的问题 受案难的问题 那么受案难 当然就只会直接影响立案难 那立案难 它指向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取证难 对吧 因为你去立案也好 你去报案也好 你得有基础证据来证明 我所指控的这个事实 它不是空虚来分 它有对吧 可能是存在的 所以它第三个难是 举证难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据 我何特再说 第四难 因为你举证难 即使这个案子 进入到司法审判程序 可能存在渗诉难的问题 那么渗诉难 即使我再假设一步 前程递进的 这个案子即使你渗诉了 你会发现你存在一个赔偿党的问题 那么赔偿党 比如说 性骚扰案件的被害人 他向法院起诉 目前法院解决了一个 暗犹的问题 就是原来你遭受性骚扰 你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侵权诉讼 你只能立一般人格权纠纷 或者特殊人格权纠纷 或者劳动争议 类似于这种东西去打 但是2019年1月1号 最高法出台了一个新的一个 关于暗犹的一个司法解释 里边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作为一种独立暗犹 确立的 就从此之后 性骚扰的受害者 他就可以拿着证据 直接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 向法院来提起诉讼 这个有好处啊 就是说明我这个案子的原由 它是基于性骚扰导致的 不是基于什么劳动纠纷 不是基于什么 什么人格权侵犯导致的 民事侵权案件 既然损害服务金 到底要赔多少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其实它是采取一个 怎么说话 就是弹性的 我只列举几个标准 你们根据这几个标准来判断 它没有明确说 你应该下线应该不能低于多少 上线不能高于多少 没有 所以它是有法官自由材料 那么有法官自由材料 问题就来了 这个法官的意识高 对吧 那么可能就判你多赔一点 那个法官意识低 我就按照最低标准来赔 赔你的一千块钱八百块钱 基本上目前各地的这个实践做法 是好像一般的都是五万元以下 最好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这种 因为性伤了导致被害人他精神 重度焦虑 抑郁 你就五万块钱 能解决他的这个心心穿伤的问题 这种性别暴力的受害人 他只有四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唯一人不发 第二种选择 能够选择私了 第三种选择 就是我告诉以后 我就撤回告诉我 不告诉了 第四种选择 坚定维权 当然我们可能都会支持第四种 但是当我们混为思考 用同理性来看待 我们叫性存者也好 叫受害者也好 他的在一个特殊处境 因为你缺乏社会系统资源的支持 他需要独自去面对 这个强势的施暴人 他要律师他没律师 要心理资源师 没有心理资源师 要医疗资源 没有医疗资源 要教育资源 没有教育资源 要就业资源 没有就业资源 怎么去打这个官司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 第一种第二种或者第三种 就是我受害很简单 我要去告这件事情 要获得赔偿 就非常的困难 就是大家会觉得 叫一个得不偿失 整个社会或者说 包括我们在内 需要深刻反思的是 怎么样尽快去构建起 系统的社会资源支持 比如说法律 心理 社工 情感 对吧 医疗 教育 对吧 上好处置 你把这种社会系统资源支持 建立起来了 对吧 你才能够让这些 性别暴力的被害人 他第一时间拿起法律 他一定会坚定地去维权 像我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这个工作 只要你写出大块的 像样的文章 有分量的文章 你不用指望任何人 你拿出来你就能得奖 我是政协报的 我随制查团去视察 我在回来之前 我就写出东西来 回来的第二天 我整版报道 就贴在评报栏里了 作为重点报道 然后呢 因为这个报道得奖 他不靠任何人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 他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幸运 是的 真的您是很幸运的 这个升职啊 还有这升迁啊 都不是我去出息几率找来的 对 就在女性里面 她也有一个强者和弱者的一个区别 就是她有一部分 就是比如说女性中间 其实也是不同的 她靠着自己的工作能力 还有什么情商啊等等 或者是咱们的工作性质 和你的幸运 你已经走到那个 比较高的位置了 实际上可以和一些 有权力的男人 已经可以平起平坐了 在这种时候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 那么强的压力的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对于女性中的很多人来说 可能还是在一个弱者的地位 还有那些 还没有学会这些 战斗经验的人 她们还是弱者 就不是有一个女作家 叫那个阿特伍德 她写的那个《使女的故事》 就那么一个 后来被拍成这个电视剧 大家都觉得 她是就是一个女权的代言人了 她呢就是在美国发声 就是大家去指控 就某一个非常有权势的 这个男性 就是骚扰别人啊 或者是甚至是 更严重的这个行为 她就站出来 为这个施害者辩护 意思说大家要还她一个公平 你们不能从舆论上 就把她给打倒 这个没有公平可言 那么她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让很多原先支持她的 这个女性就很失望 说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些 无权无事的女性去为你有权有势的男性朋友说话 这样算一种对她的这种责难是公正的吗 或者说她要求那个公不公正 有些人认为 这个性骚扰扩大化是对男性的一种不公平 是一种男性的有罪推定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伪命题 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的 你去看一下目前被媒体曝光的 网上市民指控男性在很多年前对某个女性实施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案件 有多少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 基本上没有 我就说这种文权意义上的诬告 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非常少的 第二种 现行的法律已经为这些被指控者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救急途径 比如说亲对于实名指控者发起一个网络名誉侵权或者名誉侵权的这种诉讼 要求他停止侵害 对吧 要求他删帖 要求他赔礼道歉 要求他消除影响 要求他赔偿损失 包括我的精神财富一金 重则我可以到公安机关去控告这个实名指控者 他侮辱诽谤 对吧 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可以要求办案机关追究这个诬告者 他诬告陷害罪或者说诽谤罪相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目前司法实际当中 这种反扑已经很多了 我不需要举例子 大家都听说过 那确实是现在目前晚上讨论的一种观点 因为这个你现在往扩大化 好多男的都被冤枉的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希望成功 然后能够站到更高的地方 所以是每个人都是有木墙的那一面在的 然后其实有木墙的那一面在 你的同时你就会很怕自己是一个弱者 你会很怕自己被人欺负 你很怕自己是受害者 然后为了自己不是受害者 我会拼尽所有的努力 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我就是为了混得更好 所以有一些我想就算是我们女性中间 有些人也是这样 我今天觉得我已经混好了 我不会再被人心骚扰了 谁要想占我便宜做梦 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OK了 但是实际上这一面 就像在有一个网上有个帖子里说的 让那些油腻的脑男人们都下台吧 将来掌权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女性了 就实际上当然这句话觉得你觉得 其实这句话背后还是说 谁能不可能实现 她说女性更多进入职场高位 她是说让女性更多的进入职场高位 让那些油腻的男人都下去吧 其实当然这句话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背后还是表现出来了 女生的有一面就是 我们就是想成为掌权的人 你觉得只有掌权才不会被欺负 但是实际上这条路还是走的老路 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其实永远会有一些人就是弱者 就是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说 如何成为强者而是保护弱者 你现在呢以男女为区分 是女人遭受的性骚扰 远大于男性远多于男性 这个我们做培训有一个图画 这个强是这么高 男的个儿高呢 他站着呢他就能看到对面的球赛 女的下面要垫三块砖头 才能看到 目前那么五千年的文化 造成了男女不一边高 对吧 社会地位啊资源战友啊 这个不一边高 那先给他垫上几块砖头 让他有了看世界和追求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您说的还是怎么保护弱势方 所以弱势方 就为什么有妇女权益保障法 没有男性权益保障法 对 如果你按照联合国消极公约的规定 就是说 就是因为在长期的这种 负权之规定影响下 女性在很多这种公共话题 公共事件的问题上 跟男性相比 他本身处在一个弱者地位 所以联合国消极公约第四条 有一个战型特别措施 是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 应该优先去倾斜资源 让这个女的 对吧 他向前发展 目前先垫几块砖头 最典型的一点 就是在参政问题上 要对妇女实施配额制 这个比较容易地下 比如说中国第七字领口普查 男女的比例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男的比女的多三千万 如果说按照 对吧 统计学基本可以互略不计 所以按对照消极公约 第四条战型特别措施的 基本规定是 我们的法律政策 应该对于妇女 在某一个问题上 实行配额制 比如说过于 全国人大代表 女性代表的比例 我们现在离50%的目标 现在差得远 所以我们先不说50% 我们先定性不低30% 当30%的目标实现以后 35% 45% 50% 当女性参政比例 达到50%这个比例以后 你这个战型特别是 必须要取消 为什么 如果你不再取消 意味着反而来 构成对男性的歧视 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 逻辑概念 很明显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就是 长期父权之观念下 对吧 使得女性在这个社会 这些问题上 她本身处在一个 弱者地位 所以你才需要去照 不叫照顾她 去分特殊情况下 对吧 使得她有更多的话语权 来实现自己 正当合法的这个权利 我很惊喜 这个话是从一位男性 说出来 那您是怎么实现 这个自我教育的呢 那肯定就是 我觉得 你为什么没有做一个 在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呢 对对对 我觉得 意识跟技能的培养和提高 这是根本性的 比如说我是2008年 进入这个 当时的北达妇女法律中心 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已经干了15年了 干到现在 在这15年的时间里边 除了我自己 去亲身实践 一些涉及妇女权益 和性别平等的 典型的一些案件 或者说事件的 这样一个讨论 那么同时 我自己也在不断地 接受这个圈内 相关的前辈 他们的这种 意识理念的灌输 对吧 他们的这种技能的灌输 去学习 什么是性别平等 什么是反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 基本的常见的 认识务区有哪些 对吧 姓萨老师是什么 对吧 持续性的这种培训 持续性的这种 意识和技能的培养和提高 这是根源性的问题 我认为 在所有的性别歧视 和性别暴力案件当中 就是根源性的 我们怎么去改变 我们的观念 在观念改变的同时 怎么去改变我们 当我们面对 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时操应对 和处理技能 怎么去提高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又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性别平等工作的推进 你做得好不好 跟这个工作者 本身的性别 没有必然关系 他只跟这个从业者 有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性别平等意识 和时操处理技能的 强化培养和提高 有关系 我想这个观点 大家应该都认同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自己对他可以完成 一个比较系统的 性别教育 不管是男性女性 他都可能走到 真正接受性别平等 对 但最起码的 在生活当中 他能做到一点 那就是尊重女性 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社会上产生一个 看起来是妇女问题 其实是社会问题的 一个公共舆情生事件 讨论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去站在 推动男女二元对立的 这样一个脚手棍的角色 对吧 来讨论这个事件 所以我一向反对 当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网上立即形成 男女二元对立 这是不对的 我刚才讲 这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 它是社会问题 男的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你凭什么说对吧 男的你是既得利益者 也不一定要 他可能也成为受害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好 女性从业者 还是大多数 为什么我鼓励更多的男性参与 对